欢迎来到水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青青猴 今天给大家一款消除的泡泡游戏 叫史努比泡泡射手 史努比的好朋友胡托塔克 就是这个黄子的小鸟 它是一只不会飞的小鸟啊 头朝下的飞行姿势是它显示的特征 它被泡泡所困 而它的好朋友史努比必须要将它解救出来 跟经典的泡泡游戏是一样的 我们的史努比向上发射泡泡 来解救它的好朋友 相同颜色可以进行消除 不过我们手中并没有相同颜色的 可以点击这个史努比的背包来更换这些球 你可以看到史努比的背包 应该算是一个无线背包吧 这个背包压缩压缩也就只能装下两个球 而它在一块的功夫竟然从里面发射了30多个球 可见这个背包会连接到一些虚拟位面 是非常的强啊 整体游戏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史努比经典造型非常可爱 这些泡泡做的也是非常亮丽 这个动画的话应该是比较早期的 最早登场于1950年的花生漫画 只不过当时这个狗并没有起名字 直到同年11月10日才有了史努比这个名字 最后登场应该是2000年 现在的话应该是不更新了 也算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 经典的动漫角色史努比 因为它的这个形象在以前会被一些品牌的服饰会印在衣服上边的 会给一些比较小孩来穿这个衣服 因为史努比的造型是比较可爱的 这个小鸟被困在了里边 最早先我以为这应该是某种小精灵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不怎么会飞的鸟 应该是飞行能力欠佳 这个小孩会给我们一个超强道具 当我们进行正确销出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能量条 累积之后可以点击它 把我们的球变成超强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 这个球如果在有这个小孩的加持下 会有一个外轮廓的攻击方式 也是比较强力 进行超级旋转 它跑掉了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关注手游库玩 扔住这个球 打掉上面全部的泡泡 还剩两只小鸟 把他们全部解救 最后一只鸟儿 好的完美填空啊 游戏的话想要获得三颗星 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的其他人物 也是在怂里的动画中经常会出现的 这个小孩应该是查理布朗 我记得小时候应该看过这个动画 只不过现在已经忘记了不少 因为后期电视是基本不怎么更新的 如果想去了解这个形象的一些历史故事 可以去网上观看 现在网上还有104级的应该是完整版的 下方竟然这个小鸟被困在了一堆 跟其他消除的泡泡龙游戏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顶部的这个全部打掉之后 在他下端的全部泡泡会一次性全部消除 也算是一个捷径 如果你喜欢史努比泡泡龙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